2022年5月19日经济学人周刊《饥荒》 什么将是引发世界大饥荒的最后一根稻草,拯救世界人人有责? 普京通过入侵乌克兰,将摧毁世界上很多非战区人民的生活,打击面大到将连他自己都会后悔。 世界粮食供应已经被新冠疫情、气候变暖以及能源短缺打击的体污完肤了,现在又加上了战争。 乌克兰的穀物、菜油籽等出口已基本停止,俄国也有即将停止出口的信号。 这两个国家的出口粮食占全世界粮食热量的12%。 小麦原价今年内已经涨了53%,在5月17日时收到印度、英国内空前热浪威胁,而暂停出口的消息后,在当天又涨了6%。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生活成本困难,但这种形容词根本不足以说明接下来的严重性。 联合国秘书长Antonio Gartarus在5月18日警告,从下个月起可能会有为期几年的全球食物短缺。 主要食物前所未有的高价,已经让吃不饱的人数从原来的4.4千万上升到可能的16亿人口。 2.5千万人口落到饥荒的边缘,战争很可能会拖长。 德国和乌克兰限制粮食出口,可能会有几百万人落到贫困线以下。 政治局势不安会扩大,儿童会发育不良,大批人会挨饿。 普京先生不应该把粮食作为武器,战争并不是一定会导致食物短缺。 领导人们应该意识到这是全球问题,急需一个全球的解决方案。 德国和乌克兰出口全球28%的小麦,29%的大麦,15%的玉米,75%的葵花、紫油。 这两国对谷物的进口需求占黎巴嫩和突尼斯的一半,对利比亚和埃及来说,则占到了一大半。 乌克兰出口的粮食能养活4亿人,但都被战争打乱了。 乌克兰在水下埋地雷来震慑攻击,俄国则在Odase港口设置障碍。 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世界粮食组织就警告了,2022年的情况相当糟糕。 中国作为最大的小麦产地,因为上一季雨水延迟,预计本季收获将是最差的一季。 小麦第二大产地印度遭受了极端天气,世界其他粮食产地因为缺雨也将减产。 比如美洲的小麦地带,法国的Beyondes地区,非洲索马里半岛遭受40年来的大旱。 欢迎来到气候变暖时期。 食物短缺对穷人的打击有其大。 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25%需要花在食物上,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比例占40%。 在埃及,面包占热量摄取总量的30%。 很多靠进口的国家,政府拿不出钱为穷人食物提供补助,尤其是这些国家还需要进口能源,而能源价格已经乱了。 接下来情况会更困难,因为乌克兰在战前已经运出了大部分出口粮食。 俄国虽然成本上升,也还在销售股物,但船运人员有更大的人生危险。 乌克兰在战争中保存完好的粮仓里面装满了玉米和大麦。 6月底即将开始收获下一季的粮食,但农民已经没地方储存,只能腐烂掉。 他们也缺乏燃料和人口来种植下一季的作物。 俄国方面则缺少一罐从联合国购买的种子跟杀虫剂。 其他地区农民种植的作物也弥补不了粮食的价格上涨。 粮食价格太不稳定,盈利空间也因为肥料和能源这两个最主要农业成本的上涨而受到了挤压。 两个市场都还在受着制裁,到处找天然气。 如果农民减少肥料的用量,全球产量就会减少,无疑是五血上加霜。 正切对此的反应又加剧了粮食危机。 自开战以来,包括哈萨克斯坦到科威特之内的23国宣布了对粮食出口的严格限制, 合集占全球卡路里贸易的10%,超过五分之一的肥料出口已经受限。 如果贸易完全停止,将导致大饥荒。 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演变成相互踢皮球。 西方谴责普京的侵略行为,俄国抗议遭到制裁。 其实现在的混乱主要是因为普京入侵乌克兰,俄国遭制裁是抚音。 这种论点很可能导致政治不作为,很多人会挨饿,有些人会死。 相反,这个时候各国应该行动起来。 首先一起开放市场。 本周中旅游量出口占全球60%的印尼,取消了临时的出口禁令。 欧洲应该帮助乌克兰把谷物通过铁路或路运,运到罗马尼亚或波罗海地国家港口去。 虽说最乐观也只有20%的收成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运出去。 与此同时,进口粮食国也需要帮助,才能避免被账单压垮。 应急的粮食应该优先给最穷的地区。 其他地区应该通过对进口货物贷款,享受最优惠桥款来获得帮助。 比如由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政策,这样慈善基金才能够起到最大作用。 减免债务也能够释放部分关键资源。 也许还有一种方式能填补食物的短缺。 10%的穀物一般用于生产生化燃料。 18%的蔬菜油用于生产生化柴油。 芬兰和克罗地亚已经暂时放宽了规定汽油原料中, 必须包含蔬菜作物的规定。 其他国家应该效仿。 很大一部分的穀物用于喂牛。 根据食物及农业组织数据, 13%的穀物最终用作牛的干粮。 2021年中国进口了2800万吨玉米用于喂猪, 大于乌克兰一年的出口量。 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是解除黑海的禁运。 每周2500万吨玉米和小麦, 相当于所有不发达国家全体需要的粮食都被堵在了乌克兰。 有三个国家需要马上行动。 俄国应该允许乌克兰出口运输, 乌克兰应该把通往Odyssey的地雷挖出来。 土耳其应该让海军护卫穿过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绝非一事。 俄国现在不顾自身想要通过战争扼杀乌克兰经济, 乌克兰对挖地雷也很犹豫。 印度和中国至今隔岸关火, 他们应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让两国休战, 车队要广泛的联盟基础保驾护航才能够前行。 政绩全球大饥荒,人人有责。